王国英主理的基金Leverage Partners Absolute Return Fund成立10周年 成立以来,基金的年回报约15%到16%左右 同期,股神巴菲特的回报只有10%左右 基金率先披露十大持仓 王国英的Leverage Partners Absolute Return Fund于2011年5月成立 截至2021年2月26日 累计年股息总回报为244.3603%,以扣管理费 为未扣表现费,年回报达到20% 基金资产总净值达到3.42亿美元 近两年年化回报达33.4%根据彭博数据 由2011年5月31日至2021年2月26日 Leverage Partners Absolute Return Fund10年来的总回报,包括股息再投资,达到324.22亿美元 以近两年表现来看,2019年1月31日至2021年2月26日 Leverage Partners Absolute Return Fund总回报,包括股息再投资,达到83.42% 年均回报也达到33.98% 作为散户的我们 当然很想知道黄国英现在持有什么股票 原来黄国英除了是腾讯00700中份 也有投资A股股黄贵州茅台 一腾讯控股00700互联网6.70% 二贵州茅台600519饮料酒厂和酿酒厂2.43% 3.Bitcoin Tracker EURXBT Provider ETN, Bitcoin XBTE, Street 虚拥货币2.25% 4.美团点评03690电子商贸2.18% 5.京东09618电子商贸1.99% 6.阿里巴巴集团09988互联网1.86% 7.创科实业00669,HK,家具及家居用品1.81% 8.Moderna Inc. MRNA,US,生物科技1.81% 9.Zero Limited,XRO,X,软件基础设施1.78% 10.Hermis International,RMS,PA 2013.Google.c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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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